大家好,我梁機昌 哇,鹹馬家常今天厲害了 我邀請了我的師兄師弟 師弟? 是的 所以他的樣子就是給我 恩實了一點 不是說他老下車 是給我恩實了一點 就是成癮了一點 老成志 還有一點 不過其實他是我師弟 不過師兄師弟都不關你什麼時候 有時候可以很年輕做師弟 或者什麼都好 算了,不要愈眉愈客了 魏炳郎先生也都是我們香港電台 不是,我現在不是香港電台 是香港已經慣了的身份 還沒洗掉 是香港電台的什麼身份 高監製、台長、處長 最拉什麼的職位 是 最拉什麼的職位是處理二台台長 處理二台台長 二台台長 那就是二台台長 不是,也不是的 那時候是曾經說 曾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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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就是處理二台長 明白了 很久沒見阿羅宇了 其實就是上次是他訪問我 記得嗎? 是呀 上次訪問我 人世間有些東西要還中 所以我今天天氣 哇,真是黃宇 那冒著風雨呢 他就來到我的行社 為什麼會在這麼多的CD唱片前面呢 一會再交代一下 首先不如問舊時序 舊先吧 阿朗兄 忙的什麼呢 自從你的榮憂之後 我看到你曬得古銅色的皮膚 很紮實的那種感覺 即是不打燈都看得 我又看過你的資料 那些叫太極高手 另外呢 亦都在浸彈港大 浸彈 教演藝演技道論 對 沒錯 不如你跟我們講完之後 講一下你現在忙的什麼 我退休之後 做幾個戲 第一個 就是有些朋友找我做舞台劇 找到我做舞台劇的時候 相同時間 沒多久 那時候呢 我呢 去大學裏面呢 教演戲 即是初級的演戲 然後呢 也有朋友 為我做一個網上平台的節目 網上平台的節目呢 我是介紹戲劇 我問你呢 介紹一下人生裏面 最難的事 最難的事 主要是做這幾樣東西 另外呢 學習的時候呢 我就去 繼續進修一些 關於理工啊 養生工啊 拉筋啊 那些火車 其實那些養生啊 戲工啊 那些理由 是很久之前都沒有的 我那時候呢 就在96年呢 決定移民 於是乎呢 我就多得了 同時呢 在香港電台呢 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在龍金室裏面呢 就教我成都拳 讓我去退休 他當然會 他是高手力 真人不路上 我和吳家和養家的太極 都認識的 他是答應教我 教了我一套拳之後呢 我就去移民了 想著移民呢 就沒什麼搞 於是可以練拳 每天打太極 真是 最狂的就是打三個小時 一天 一天打三個小時 最狂 那就是練得OK了 那在那裡認識到師傅 再回到香港 那你練太極拳呢 練了一整二十幾年 哦 OK 有時候教人 我這麼老開始學的 當然可以啦 對這樣的年紀更加好 哈哈 有什麼好的 可不可以說 太極 我只是放在掛紋 我覺得他這樣的 他已經是接近天下的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他嚴格來說 他對呼吸好 對這個拉筋 對肌肉 和關節都是好 好的 是 還有呢 就是說 當你打到很靜的時候 你的人 心呢 所謂的第一個 就是要收藏的 嗯 然後就是不會美國 h trzeba 就等很多 這是將自己的心 慢慢整 peace 就對啊 lob 所以他的好處呢 可以說很大 還和呢 對我們這一 gal 特別對的 因為呢 我們已經不可能做劇情運動 還要看 mast 我現在跑步 跑步好像是現在ар� grant 我做不到,我不可以做企業運動 太極的可能是最重要的 由中大綱,是吧? OK,非常好 大家有興趣的學太極就找了 李炳朗 不過我們其實今次想談談 關於以往電台的日子 還有很多大家未必在空氣中 聽過我們所說的人或事情 尤其是李炳朗做了很久的 中文歌集關於歌聲的幕後趣事 好,來自李炳朗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回來再繼續